HELLO 大家好,回到PDCGPOKET 最近推出了奇異花的掉落活動 大家如果有看上次預告都知道 卡牌應該跟上次預告過的應該都是一模一樣的 不特別看 但是這次影片就簡單打一打這個奇異花活動 先看看對戰課題 盡可能一次就已經解決了 我需要將對手碎臉,這麼麻煩呢? 他要睡眠的話 扔走狗尾 適份界寵就這隻 吃夢獸吧 能量可不可以只選火嗎? 可以的 火屬勝,擊敗對手 然後將對手睡眠一次,14回合內勝出 基本上很簡單 第一回合已經有了 非常好 好 好 OK,對面是一些便宜的東西 但我身上為什麼有兩個速度強化呢? 誇張 好 給他多一隻火馬 給他裂馬 OK,很完美 聲控遊戲 待會下一回合就可以將對手睡眠 如果幸運的話 其實挺好的 可以第一回合就已經儲齊 食夢獸 小火馬 烈焰馬 不過對面有後攻 所以可以先打我一下 不過不要緊 因為下一回合他已經要進入死亡狀態 我們第一回合先手進化 先搶節奏 這副火馬的牌組 其實非常適合他的搶節奏 好,試一試 這裡照用 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們首要條件做任務 OK 成功將對面睡眠 非常之簡單 最後把它收走 完成 原本我這個烈焰馬火牌組 其實算是速攻的牌組 是節奏極快的牌組 所以在某些場合下 是挺有用的 我覺得每一副牌組都有分他的節奏 節奏快還是慢 烈焰馬剛才說過 是偏快的牌組 所以對上一些慢的牌組 他是挺強的 好,對面竟然進化鐵甲蛹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我們烈焰馬 沒有辦法一下打死對面的鐵甲蛹 但不要緊 這裡加10 即別50 50加20即70 還差一點 問題不大 再把他睡眠 其實這張很好用 哎呀 好 把對手睡眠 然後再燒它 哎呀解不到睡 好絕望 好絕望 卡牌遊戲 這些異常狀態 好絕望 譬如這些狀況 哎呀 終於走到了 終於成功走路 OK 現在應該還有一張 食夢獸 招呼吸引 好 招呼 招呼 好 招呼 好 好 現在剩下最後一格的生命 基本上只要他不換奇異花上來他就死了 OK 有沒有下八呢 娜茲 怎麼會是娜茲 好 沒事打了 這裡直接把對手睡眠 然後就可以 嘩 怎麼這麼好呢 全部都正面 非常之好 全部都正面 不錯 好啦 現在剩下一隻血 基本上就完了 最後只剩下一隻 就是大蔥鴨 基本上就不會贏到我 這裡 看看他拿到什麼 任務應該是一次過解散的 任務 最後的情況就是這樣 解散了 任務 卡包 有卡包 我們可以開一開卡包 看看卡包如何 也開了最高級 不是 高級而已 還有一個最高級的 最高級 我遲些可能會看看 能否做到一副可以全自動去打 因為手動打太麻煩了 看看抽些什麼 上次說過這個活動卡包 最有用應該是波波球 哎呀 波波球來了 跟我上次說的一樣 就是他一能量可以把對手睡覺 這一招是非常之強勢 非常之強勢 到時候可以玩一玩這個波波球的牌組 試一試 應該可以試一下 還有講一下 因為今天已經是11月的最後一天 所以大家記得去到這個商店裡 跟換你需要換的東西 它有一個每月更新的 這個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記得換了這個沙包 不是沙包 這個開包沙榴 其他挑戰沙榴 就看自己個人有沒有需求去兌換 OK 今次的影片就簡單的通知大家 記得要換東西 以及看看這個活動 OK 下次再見 拜拜